小提示剛才都說了這些 上車前盡量幾時都去了上車前 再不是 旅途中的時常車前 真是急的 你跟導遊說 她會帶你去山邊解決 天然解決 OK 剛才說了 廟裏面不可以拍照 請大家不要介意 不可以拍照這件事 我們尊重他們的文化 我都建議大家想想 譬如你那天上古月子的 你不要揹架底那種 揹背籠 可以考慮一下 揹袋會方便你 我建議大家每天跟導遊 對對行情 不是說他們特分偷懶 偷工減那些 都是人 可能他真的錯過了他吃不起來 或是撈亂 或是有些調動 所以大家就附近行情 為甚麼呢 我怕大家說 原來我去不到那裏 我會忠心為合 我做不到油票 我會忠心為合 你記得跟導遊每天選擇 今天我們去哪裏去哪裏去哪裏 有導遊跟你說 你是很想去市集 市集我們是會去的 不過是星期日市集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明天是星期日市集 但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明天是星期六 有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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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早記得對一對 最想去的地方 你記得跟他說 可以浸熱石肉 你提他 每天都提他 提大家 帶泳衣 浸不浸都很大 如果你想浸不單傳統熱石肉的話 你也有泳衣去浸 還有有時不斑泥用完 帶離開不斑景就沒用了 因為沒有地方會用的 我不會收的 OK? 沒有運浪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作為小費的一部分 可以給導遊司機 因為你只剩下多少元 你只剩下多少元便會最大的美金 還有 心境最重要 千萬不要經常想 哇 給這麼貴 1600元一萬 給2000元一萬 港幣你給什麼 不單旅遊也不算計 所以就不要太計較這件事 所以我會選擇